現在是大概晚上12點左右 我現在在整理行李 我剛整理完就是我衣服的部分 現在呢要來處理我最重要的化妝品還有保顏品的部分 苦可樂觀賞 大家好我是Joanne 今天呢我們又要去台中跟南投 但這一次比較特別是 這次其實是有一點零食決定要出去玩的 所以我們住的飯店也是好像兩天前吧 是嗎? 兩天前才決定好的 是因為我男友零食 禮拜六要到南投跟廠商談一點事情 那我們就想說那就乾脆一起下去玩 然後當然也可以拍一個Vlog 雖然這一次呢就是又要去台中的南投 可是我們這次有準備一些新的不同的景點 就是要帶大家去玩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去台中的路上 嗨 歡迎光臨 我們要的感覺就是上海的感覺 去發想 那這房子呢你們來也不容易找 那如果這房子在大馬路 那就沒什麼好 這可以整個打開 嗯 然後可以坐在這裡 可以坐在這裡 對啊 媽媽 這個比較要知道 這是板塊 這是一個好閨女送我 然後呢她說這個是上海的上海 16G有一個字 你就喜歡一個女人這樣喝著酒 所以我就覺得這部吧本來就想在這裡 pesar不講的 表面 再收圄圈 我是 啊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现在就是回到民宿 刚吃饱 刚跟一些朋友的朋友一起吃个饭 所以就不方便拍摄这么多 但是有拍一些美食的影片 给你们一起欣赏 明天我们的行程呢 就是明天下午 我男友跟他的 business partner 要去建一个厂商 那我们中午呢 要今天后五到一家很厉害的餐厅 很期待明天可以跟你们分享 先不告诉你们是什么 现在回到房间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 有看到我們盛前當天是我們廢話陸院的第一組 它是水井山水 它這個石頭都是從苗栗山灣的山上直接帶下來的 有一個住在這裡睡久的房客是燕子 這是我們這個建築店的十年 那十年當中它有在我們一樓的包廂 就是在那邊煮草 那還生的小寶寶 那設計是就體貼它們 就是不要打擾它們生長 就等它們都好長期了飛出來 我們才要繼續蓋 哈囉大家 我們現在來到了飛花若苑 我們今天就是來這邊吃午餐 在台中附近的山上在近郊 我覺得路程也不會很遠 不會說很難找什麼的 然後也有自己的停車場 那聽說這裡的東西很好吃 我們現在是在外面就是稍微拍拍照啊 拍拍這邊的景色 等一下就進去吃飯 再跟大家說這邊的菜色如何 我看一下我們攝影師 攝影師如何 攝影師很努力很認真地在用它的空拍子 這裡的食物呢它是核食料 我們攝影師會拍攝 就可以拿去拍攝 安心工作 cabinet 都砸一下 我們當時 éch貸到小收 Birds 這道菜是手球壽司 超可愛的 給你們看 這一個呢 這一個綠色這個是avocado 然後這個是玉子燒 這個是烏魚子 煙燻鮭魚跟辛曼加海苔粉 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很可愛 有海鹽還有花生醬的杏仁豆腐 仨都是很好吃 他說他之後樓上會有四間房間可以住 看起來很快 就是不要的 喬 Stro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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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